今天要讲的是安禄山叛乱的背景故事 作者是一位名叫普利本的加拿大汉学家 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 曾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中国语言与历史 并取得博士学位 后来他在剑桥大学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教授 这本书是普利本的代表作 他解答了安史之乱为什么会发生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安史之乱后唐朝开始没落 中原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国家的优势 这场改变古代中国命运的事件究竟是如何爆发的 安史之乱的故事就是这样的 安禄山是个没有背景的胡人 唐玄宗对他很是宠爱 提拔他为朝廷命官 唐玄宗后期沉迷享乐 对朝政不闻不问 给了安禄山这个野心勃勃的家伙可乘之机 最后安禄山恩将仇报造反了 这个故事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仔细一想就会发现很多问题 为什么唐玄宗会重用这个胡人 安禄山 就因为喜欢他 为什么安禄山敢造反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大规模的叛乱 不是在王朝初期还没有站稳脚跟 就是在王朝末期国力衰弱的时候 安史之乱发生的时间点很奇怪 那时候唐朝刚刚过完开元盛世 按理说是国力最盛的时候 安禄山怎么可能有胜算 而且安史之乱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 那就是安禄山出兵之时 打着讨伐叛贼杨国中的旗号 这是杨国中的声音 杨贵妃的哥哥安禄山造反跟杨国中有什么关系 听了今天的书 这些都不是问题了 安史之乱 作者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这场叛乱的爆发 归根结底还是唐朝对外扩张的结果 你可能觉得奇怪 向外扩张是国力强盛的表现 怎么反而招致叛乱呢 笔者认为 对外扩张会产生三种结果 第一 行政体系以效率为导向 第二 利益集团争夺军权 三是中央政府实力下降 威信下降 安史之乱 就是因为这三点 以下三点 我来给你分析一下作者的观点 第一 对外扩张是如何导致行政效率导向的 这与安禄山的崛起有何关系 第二 对外扩张是如何引发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 又是如何推动安禄山崛起的呢 第三 对外扩张是如何导致唐朝中央政府实力和威望下降 最终导致安史之乱 好吧 那就从第一点开始吧 安禄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 成为唐朝北方第一位重要的统帅 他究竟是如何崛起的 因为唐朝对外扩张 国家财政开始转向效率 这与安禄山的崛起有何关系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向外扩张会导致行政系统追求效率 这听起来很容易理解 但在战争中效率是必须的 具体到唐朝又如何体现呢 首先是军事体制 唐朝前期实行辅兵制度 集兵农合一 全国各地都有六百多套军服 每一套军服都有一千多人 扶兵不需要缴纳赋税 凭食物农 农闲时参加军训 一旦发生战争 扶兵就会上战场 扶兵们的马匹 武器都由他们自己负责 但也可以参与分配战利品 扶兵制度极大的节省了军费 为唐代前期的战争提供了重要支撑 但是扶兵制度逐渐没落 直到唐玄宗时期才正式废除 这就是唐代对外扩张的原因 自唐朝建立至唐玄宗时期 唐国一直在扩张 扩张的过程中 前线距离军府越来越远 军队前往前线的成本也越来越高 渐渐地 他们负担不起了 而且 战争结束后 府兵都要穿上自己的军服 这一路上 实在是太累了 你也许会问 为什么唐朝没有在前线附近 设立一个新的军服呢 因为府兵制度是建立在土地之上的 唐朝的前线已经深入到了草原和西域 在唐玄宗时期 扶兵问题更为突出 唐玄宗特别热衷于向外扩张 杜甫有一首诗 叫做《冰车行》 里面有两句诗 叫做《血流成海》 陛下的意思是 边关已经打起来了 血流成河 唐玄宗却还想着开疆拓土 平凡的扩张 让士兵们无力支付战争的费用 再加上土地兼并严重 很多士兵的土地都被有钱人买走了 于是宰相李临上了一份重要的奏折 说各大军府已经没有兵马可以征兆了 干脆就取消了兵制 唐玄宗下令 虎兵制退出历史舞台 代之以募兵制 所谓征兵制度 就是国家按时发放军饷 征兵打仗 这些人参军之后 都是职业军人 长期当兵 不需要种地 战斗力会更强 征兵制度不需要土地 招募士兵 就能长期驻守边疆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完美 但是安史之乱 却是埋下了祸根 怎么会这样 募兵制有很多优点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 就是容易产生军阀 我们可以用辅兵制度来比较 兵制下面有一条规定 战争结束后 兵归府 兵归朝 兵归兵 将军归朝 这样 士兵和将军们 只有在战争中 才会聚集在一起 将军们很难把士兵 变成自己的军队 但在招兵买马的时候 士兵们都是职业军人 每天都要和将军们待在一起 久而久之 将领们就会变成军阀 而且为了保障边军生活 唐玄宗还专门化了一些边区 专门针对军队 及其家属居住 这些地区称为藩镇 藩镇统帅称为节度使 而唐玄宗为了保证 对外战争的胜利 又对财政制度进行了改革 你想啊 征兵制度 是要定期给士兵发工资的 但是当时的财政技术 比较落后 由中央政府先收钱 再由藩镇发军饷 那样的话 效率就太低了 于是唐玄宗说 哎呀 不用这么麻烦 藩镇的财政 都是你们自己管的 如此一来 效率更高 军饷再也不用担心了 但弊端也很明显 藩镇有钱有兵 很容易形成割据势力 但唐玄宗认为 他的效率太低了 而且他有信心 用政治手段 来震慑这些藩镇 可惜事情的发展 出乎他的意料 这件事情以后再说吧 我先给你讲讲 安禄山崛起的事情 唐玄宗在位时 共有九大节度史 其中有两大在河北 河北地区指的是 太行山以东 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 这两个节度史 一名为范阳节度史 范阳在京北京市一带 另一名为辽宁省 与河北省交界的 平庐节度史 安禄山首次担任 平庐节度史 这么好的差事 怎么就落到了 安禄山的头上了 这是因为当时 河北的民族情况 比较复杂 陈寅克先生 把河北称为 河北胡话 河北地区援助着汉人 唐玄宗开元年间 东突厥覆灭 突厥人和一大批 突厥部族 向唐朝投降 唐玄宗采取怀柔政策 把他们安置在 河北地区 短短二十多年 河北地区 就成了游牧部落的聚居地 河北 有那么多的游牧部落 派一个汉人 去当节度史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对当地的情况 一窍不通 别说带兵打仗了 就连少数民族的语言 都听不懂 安禄山就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 登上历史舞台的 我先给你讲讲 安禄山的生平 安禄山出生在 今天辽宁 与河北交界的银州 而他的母亲 则是一位突厥女巫 有历史学家考证 安禄山的父亲 很可能是中亚苏特人 安禄山本无姓 其母声称 是为了摆脱战神 扎洛山的祈求 才能生下他 于是给儿子取名 扎洛山 后来安禄山母亲 与姓安的男子结婚 安禄山改姓禄山 突厥语的意思 就是光明 安禄山是个混血儿 长期生活在 河北多明族杂居地区 具有跨文化背景 据说他精通六国语言 长大后 安禄山在银州 为来往的商人做翻译 做中介 勉强维持生活 这次经历 使安禄山 见识到了更多的世界 也学到了揣摩人心的本领 安禄山人生中 遇到的第一位贵人 就是张首归 当时驻扎在河北 有一次 安禄山偷了张首归的羊 被张首归打死了 眼看着棍子 就要砸下来了 安禄山却大吼一声 你们不是要灭了契丹吗 你为什么要杀了 我这样的勇士 张首归大吃一惊 上下打亮了安禄山一眼 见他恐武威武 心中一动 下令将安禄山放出来 让他为自己效力 安禄山如鱼得水 凭借着自己的能力 立下了汉马功劳 成为了张首归的义子 张首归曾经派安禄山 去长安送信 安禄山因此与唐玄宗 见了一面 唐玄宗对他印象深刻 因为他擅长处理事情 到了后来 唐玄宗派人 去幽州视察的时候 安禄山都会想方设法地贿赂他 每次回去 他都会在唐玄宗面前 替安禄山说几句好话 开元29年 安禄山被提拔为 平庐节度史平庐 也就是安禄山的 故乡迎州 你看唐玄宗为了向外扩张 致力于提高行政效率 结果却导致了安禄山的崛起 安禄山之所以能得到重用 不仅仅是因为他懂得拍马屁 更重要的是 他恰到好处地出现了 唐玄宗在河北 胡话严重的地区设立藩镇 一直在寻找熟悉当地情况的人 担任藩镇长官 安禄山精通六国语言 又曾立下过汉马功劳 是最合适的人选 还有 安禄山 而且忠心耿耿 一副憨态可居的样子 有一次 他没有向太子行礼 周围的人都让他行礼 安禄山却装傻充乐 我只知道皇帝是谁 唐玄宗听说后 更加信任安禄山了 后来 安禄山还把杨贵妃 许配给了他16岁的儿子 唐玄宗对外扩张 改变了唐朝的行政体制 使安禄山得以崛起 唐朝的扩张 也带来了另一种后果 那就是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 让安禄山的回答 变得更加激烈 怎么会这样 下面 我就带你去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刚才 我们谈到了唐玄宗 封安禄山为平庐节度时 请注意 如果只有平庐这样的藩阵 他根本没有反叛的实力 安史之乱爆发时 安禄山已是平庐节度时 泛阳节度时 河东节度时也都在他手中 有了这三个阵 安禄山才有了反叛的底气 安禄山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人支持他 李灵甫 宰相 提起李灵甫 很多人都会想到一句话 口密附件 口密附件 嘴上说着甜言蜜语 实际上却是心狠手辣 这句成语出自司马光 资质通鉴 中关于李灵甫的评语 其实李灵甫的人品如何 我们暂且不提 他在政治上的天赋 还是很不错的 就唐书就三扬 记载了唐朝的历史 他行事谨慎 做事有条不紊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谨慎的人 却将安禄山推上了反叛的道路 这就是唐朝的一种制度 叫做宰相 唐朝前期热衷于向外扩张 所以文官可以去当武将 有突出战功的将领 可以入朝为宰相 比如开元时期的张家珍 就是以科举为官 后来在边关统帅军队 后来又回到了朝廷 成为了宰相 这和宋朝的文武双权 完全不同 可是李灵甫 却打破了气象的规矩 他告诉唐玄宗啊 应该把那些出身寒门的人和 胡人武将都派上用场 寒门没有政治背景 也没有内外勾结 胡人对作战比较勇猛 能打胜仗 唐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从那以后 高高丽 高先知 突厥人歌 疏汉等少数民族名将 层出不穷 在很多人看来 李灵甫的这个建议是有私心的 一个武将如果立功 很有可能成为宰相 唐玄宗如此热衷于向外扩张 自然有很多机会立功 在李灵甫看来 这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所以 李灵甫才会让寒门子弟和胡人 进入乡寒门 胡人队的文化水平太低 不大可能成为宰相 所以 李灵甫提出以 寒门 胡人 为乡 显然是出于个人权力义务 这倒也是 不过 政客们的个人目标和政治目标 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 李灵甫提出这个建议 也是为了阻止各大势力争夺军权 唐代虽然实行科举制度 但是士族势力依然很大 士族之间通过联姻 政治交换等方式 形成了若干利益集团 而这些利益集团 也可以通过将相制度 燃指军权 而且 唐玄宗实行募兵制后 不仅在河北地区设立了节度使 而且还在全国各地的军事要地 设立了节度使 这时 有些士族官员既在中央任职 又兼地方节度使 在地方建立势力 比如 云南的四川 就是南兆政权的所在地 唐玄宗在这里 设立了建南节度使 建南就在四川 今年四川又出了一款 名为建南春的名酒 那时候 杨贵妃的兄长杨国中 出身于大名鼎鼎的 红农杨氏 是唐玄宗的小舅子 他是建南节度使 同时也是朝中的一员 这种现象导致了唐朝军队内部 各种势力盘根错节 李林府决心改变这种现象 也是因为他的身份 李林府是唐朝宗室出身 曾祖父是唐高祖李渊的唐帝 所以 相对于士族各怀鬼胎 李林府个人追求 更符合唐朝国家利益 了解了这一背景 我们对李林府的建议 也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他看来 寒门子弟不会牵扯到利益集团 而胡人又头脑简单 让他们担任将军 那么军队内部关系就简单多了 所以 李林府对安禄山还是很有好感的 他浓眉大眼 看起来憨态可居 一点背景都没有 从小到大 都是军人出身 按理说 应该很容易控制才对 于是 安禄山有了李林府的庇护 官运亨通 安禄山就是在李林府担任宰相期间 由平罗节度史成长为监管平卢 范阳 河东三镇的节度史 平卢已经说过了 范阳在辽宁省西部 现在是北京市河东节度史的管辖范围 主要在山西省的中心地带 靠近太原市 安禄山身兼三地节度史之职 等于把整个华北边境线都控制住了 当然 李林府对安禄山还是有防备的 李林府为了制服安禄山 也是下了一番功夫 安禄山对李林府并不是很恭敬 但后来却被任命为御使 按照规矩 李林府是要进宫面见皇帝的 所以特意安排了安禄山和御使王红一起 攻打安禄山和王红 因为他们早就认识王红了 进宫后 李林府郑重其事地将王红叫了过来 王红呢赶紧上前 恭恭敬敬敬地行了一礼 安禄山被王红吓得不轻 李林府也吓了一跳 连忙攻身行礼 后来 李林府经常和安禄山谈工作 每次谈话 李林府都能猜出安禄山的心思 安禄山把李明府当成了神仙 自然更加敬畏李明府 一年冬天 安禄山与李林府谈话时 紧张得满头大汗 李林府见了 好言相劝 脱下袍子给他披上 安禄山回到住地后 对李林府还是很忌惮的 经常派人去长安打探消息 安禄山每次回来 都会问李林府怎么说的 如果李林府说了几句好话 安禄山一定会高兴地跳起来 如果李林普责怪安禄山 安禄山一定会皱起眉头 喃喃自语 哎呀 我死定了 李林府虽然手段高明 却也造成了安禄山 进一步回答的 无可挽回的事实 究其原因 在于唐朝对外扩张 导致利益集团争夺军权 为了制止这种争斗 李林府重用了 表面上老实的安禄山 使安禄山由藩镇 节度使成长为 三大藩镇的地方军阀 你也许会问 控制了三个藩镇 能对抗中央政府吗 确实是这样 安史之乱之前 安禄山麾下 有十八万身经百战的 精锐军队 而大唐朝廷 却只有八万人 而且 当时朝廷威望大将 百姓怨声载道 安禄山才有了造反的勇气 唐朝中央政府实力 和威望的下降 也是对外扩张的结果 怎么会这样 接下来 我就带你去看看 唐玄宗为了向外扩张 把大部分军队 都集中在边陲 导致了军事布局上的 脉重内侵 边境线上有大量的军队 中央却只有寥寥数人 唐玄宗在位后期 边军总计达四十九万 而中央军力仅为十三万 李林福死后 杨国忠接任宰相 中央军又败了一半 那是因为他对南兆 发动了一场战争 就唐书上说 杨国忠是个不学无术 品行低劣的人 家族里的人都看不起他 就连安禄山也看不上杨国忠 杨国忠曾半开玩笑地 对安禄山说 你文盲了 还瞧不起我 咱们明明是一条船上的 安禄山觉得 这是一个低级的玩笑 对杨国忠更加厌恶 连安禄山都是如此 那些师大夫们更是如此 可想而知 他对杨国忠的看法 这时 杨国忠迫不及待地 想要有所成就 树立自己的威信 杨国忠呢 他知道 唐玄宗喜欢扩张 喜欢军功 所以他想 如果自己能立下 足够的功劳 那么 自己就可以站稳脚跟 好吧 那我们去找谁呢 北方游牧民族 太飙汉 惹不起 而南兆 则是他的理想目标 南兆位于金云南 由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 共同建立 杨国忠觉得 这个人很好欺负 其实 早在他成为宰相之前 他就派了一支军队 去攻打南兆 以此来树立自己的权威 结果兵马 伸入云南 水土不服 反被南兆 打得溃不成军 杨国忠以为是上次兵力不足 决定先准备一下 杨国忠派人去长安 洛阳 河南 河北 听说要去云南打仗 老百姓都不愿意去 于是杨国忠下令抓壮丁 让百姓当兵 唐末年白居易的一首诗 名为兴丰折壁翁 陕西兴丰县 有个八十八岁的老人 断了一条胳膊 他说 当年宰相杨国忠要征兵 征兵南兆 百姓们都哭了 听说 南兆有一条叫卢水的河 里面有一股臭味 很多士兵都会死在河里 我那时候二十四岁 正是当兵的年纪 这可怎么办 于是我趁夜深人静 用一块大石头 把自己的手臂砍断了 招兵买马一见我拉不动弓 举步了旗 就把我免了兵役 从那以后 我的断壁一到下雨天就疼 疼得我彻夜难眠 但是 我不后悔 幸亏我捡回了一条命 不然的话 我早就变成一具尸体了 最后 白居易用老人的话 写了一句话 开元宰相宋开府 没有赏赐编功防毒 也没有听说过 天保宰相杨国忠 欲求恩赐 以利编功 言下之意 就是唐玄宗在位初期 宰相宋景 不肯赏赐军功 就是为了防止用兵打仗 唐玄宗在位后期 宰相杨国忠 为了讨好皇帝 不遗余力地追求军功 弄得百姓怨声在道 更为严重的是 这一次阳国忠攻打南兆 还是大败而归 七万大军 全军覆没在南兆都城太和城外 这次大败让 唐朝元气大伤 朝廷威望大损 百姓怨声在道 这一刻 安禄山在北方冷眼旁观 现在 让我们来看一下安禄山 看看他当时的处境 安禄山身兼三大截度使 麾下至少有十八万身经百战的精锐 想要升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李英福早就断绝了这条路 唐玄宗本想恢复宰相的身份 入相赵安禄山为宰相 但杨国忠劝他入朝 于是安禄山与杨国忠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杨国忠决定先下手为强 想出一个恶毒的计策 他告诉唐玄宗 安禄山要造反 你若不信 你就按他说的去 他若敢来 那就说明他没问题 如果他不敢 那就是心虚 杨国忠以为安禄山不敢来 安禄山犹豫再三 居然还是来了 向唐玄宗哭诉杨国忠诬陷他 杨国忠很为难 安禄山一回来 就把长安的安禄山的锅底给端了 你看 他们之间的关系 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总之 安禄山现在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局面 他手中的兵力比朝廷还要多 朝廷刚刚经历了一半的衰败 处境岌岌可危 同时他也没有再往上爬的机会 敌人杨国忠步步紧逼 造反的风险很小 收获也很大 如果你是安禄山 你会怎么选 于是 杨国忠大败南兆 第二年 安禄山以讨伐叛徒杨国忠为借口 发动了叛乱 总之 唐朝对外扩张导致朝廷实力下降 威望下降 安禄山野心勃勃 最终导致安史之乱 好了 这本书就到此结束 下面对今天的知识点进行总结 第一 安史之乱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唐朝对外扩张 导致唐朝行政体制向效率方向发展 普兵制被募兵制所取代 军阀滋生土壤 国家设立藩镇 藩镇拥有独立的财政权力 于是伟最多也就是安禄山 作为藩镇统帅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他 具有跨文化背景 在河北这种多民族混居的地方 具有很大的优势 于是唐玄宗任命安禄山为平庐节度使 从此亦飞冲天 第二 唐朝对外扩张也导致李氏集团争夺军权 唐朝实行的是文武双权的制度 文武双权 军中各种利益集团错综复杂 宰相李陵甫决定改变这种情况 于是把出身贫寒 文若书生 文若书生担任将军 这又给安禄山一个机会 安禄山正式在此期间 由平庐节度使发展成为平庐 泛阳河 河东三镇节度使 实力大增 第三 唐朝对外扩张 使朝廷实力下降 威信扫地 唐玄宗为了方便对外扩张 把军队都派到了边境 导致了军事上的偏重于内政 阳国中攻打南兆 大败而归 朝廷实力大损 安禄山野心勃勃 这才有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历十八年 使唐朝元气大伤 影响深远 宋朝吸取唐朝的教训 众士武将 军队 甚至走向另一极端 唐朝中期以后 军事上外众内卿 而宋朝内众外卿 直接控制着大量的禁军 边防军相对较少 这就导致了宋朝对外的弱势 这就是安史之乱 带来的长期影响